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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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在大漠戈壁开展的体系对抗演练 歼20 歼16等空军新一代主战机型悉数亮相 这也是继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和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之后 短短40多天内他们第三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歼20最近这几年一直是频繁的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中间 那么它这样的一个频繁量反映我们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建设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了一个四代装备为骨干 三代装备为主体信息系统为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化的 符合实在要求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体系结构 1949年11月11号人民空军成立 一年之内空军航空兵部队也正式组建 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从组建之初的引进航空5G装备 到现在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歼10系列战机 列装人民空军王牌部队的歼20新一代隐身战机 投入空降空投实讯的运20大型战略运输机 以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中首次亮相的轰6N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些不断丰富的国产新型航空装备 见证着人民空军航空兵战略转型和体系建设的坚实步伐 航空兵作为空中作战的主体力量 具有高速机动远程作战和猛烈突击的能力 既能单独作战 也可以协同地面部队舰艇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是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四代战机为骨干 三代战机为主体的空中净旅 新时代的人民空军以实战为牵引 向打赢聚焦 通过高强度的竞赛考核演习演训 全面检验部队实战能力 这是被飞行员誉为巅峰之战的 金头盔对抗空战竞技考核 角逐中考核规则由击落制升级为击落实时退出制 这样的变化让三次夺得金头盔的空军航空兵 牵引我们的训练不断向实战靠拢 用实战牵引向打赢聚焦 从北国云天到南部疆域 从华东机场到雪域高原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开展大机群远程机动 夜间轰炸射击 海上对抗空战 战术空中加油 复杂电子环境下体系对抗 突防突击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比重逐年加大 上高原打实弹 非边界 长航时成为常态 现在部队常态化执行演习 演训 实兵对抗等军事活动 在近乎实战的平台上摔打锤炼自己 这是我们提高打赢能力的继续过程 我们也要找准新的突破点 使作战准备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增强部队打赢信心和胜战本领 进入新时代 空军航空兵警寻东海 战寻南海 潜出膝态 绕岛巡航 远海远洋训练实现常态化 体系化 实战化 不断延伸行航机 蓝天池上 他们用实际行动 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9月 空军首次披露海上驱离外机喊话 而这样的场景对时代楷模 空军某空防基地副司令郝景文来说再熟悉不过 2015年郝景文带队警寻东海 面对突发情况 已经返航的他不顾油量将近 果断吊转机头 指挥战机迅速占据有力态势 成功处置安全返航 自有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 空军航空兵常态化南部 在空军屋 一次次战斗起飞 一场场空军较量 国家利益透露到哪里 空军航空兵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飞得更高 飞得更快 飞得更远 是空军航空兵一直不懈的追求 2015年3月 空军航空兵经巴士海峡开展远洋训练 西太平洋首次留下中国空军的航迹 2016年9月 空军航空兵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 这一年他们四次飞赴太平洋 2017年12月 轰6K 苏30 预警机 加油机等 多型多架战机首次飞越对马海峡 一个月内数次实施侦查预警 海上巡航 海上突击 空中加油等训练课题 今年7月 中俄空军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空军航空兵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 进一步提升 在新时代 联名为战中 国产新型战机的航迹 正在向高原 山谷和大海 远洋 拓展延伸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不辜负党和人民对空军的期望重拖 北部战区海军某卫舰支队 近日在黄海某海域进行综合演练 海上搜索 联合反潜 鱼雷攻击等 多个实战化科目接连展开 战斗警报 接到敌情通报后 战斗警报随即拉响 直升机立即升空 对目标海域进行搜索 舰艇根据气象和海况条件 调整航向航速 使雷达 声纳等搜索设备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数十分钟后 声纳部位检测到敌潜艇信号 并快速锁定目标 指挥员综合指挥控制平台收集的各项数据 下达鱼雷攻击准备命令 鱼雷攻击部位号手协同配合 迅速进行攻击前准备 3 秒 1 发射 通过一系列精准快速的指挥和操作 科研目标被成功击毁 水下威胁顺利排除 演练中通过构设真实移情 模拟现场特情 突出复杂环境下应急主持训练 强化了官兵实战意识 锤炼了部队实战能力 新疆军区近日对所属某陆航旅 展开全员全装全要素实战化考核 通过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 用近30个小时的连贯作业 检验部队快速反映信息通联 攻防作战 野战生存等综合打赢能力 天山北路某机场 数十架战营编程空中机队 采取先前引导多机协同混变的方式 向野战机场飞去 与此同时 厂务 通道 油料 修理等保障分队 抵达指定地域后 快速构建野战停机坪 搭建野战油库 开设野战装备抢修区 空中侦察的注意 对敌 1128 1124 前沿进行侦察 接到命令后 两架武装侦察直升机 对敌前沿阵地兵力部署 实施空中侦察标定回船 野战指挥所根据回船信息 对敌指挥机构 通信枢纽兵力部署等 进行分析研究 掌握战场态势 进入夜间 搜寻所定谍目标难度加大 直升机挂载导弹 腾空而起 在空地指挥协同配合下 所有导弹全部命中目标 完成火力打击后 直升机释放红外干扰弹 规避地面防空火力 现在提增援的装甲目标 4个识别目标 2中3报告 考核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接到指令后 武装直升机采取超低空飞行 逼近敌阵地 利用航炮 导弹 火箭弹 对敌残余力量进行歼灭 此次考核 按照实施化的要求 围绕快速反应 指挥通连 空地协同 火力打击等科目 检验不得一年来 实施化的修炼效果 通过全要素的考评 也查找出短板弱下 为下一步实施化训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乘车射击 水上射击 隐蔽射击 近日 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 组织特战队员在高海拔地域 展开特种射击科目考核 检验特战队员的综合作战能力 正在进行的是山地乘车设计科目 特战队员需要分别乘坐防弹运冰车和摩托车 对分散在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八个目标把进行快速射击 车体的晃动 目标显现时间短暂 给射击提出了更高要求 防弹运冰车和摩托车因其机动性强通过性高 是高原山地追剿任务中通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熟练掌握在移动车体上射击 是高原特战官兵的必训科目 水上射击考核 队员们需协力滑动皮滑艇 在十分钟内对200米长的河道上 五个气球把进行快速精准射击 水力速度会十快十慢 滑站速度把握不好 在设计时候你就很难把握 很难找到最佳的设计点 此次考核全程构设实战背景 突出技战术结合 伪装渗透科目中 每名队员不仅要利用斜行装具 对自己进行快速伪装 还要隐蔽靠近100米开外的目标 对其进行精确打击 特战队员一旦被岸边巡视的爆恐分子发现 任务将被判失败 结合西藏高海拔3D反恐作战的特点 我们始终坚持从南从沿设设计科目 昼夜连续进行 以挑战特战队员的胜利极限 锻造特战队员的超强作战能力 中部战区陆军日前组织2019年度 支出单位高级士官选进考评 从体能考核到理论联考 再到评审面试 考核全程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选进考评分为体格检考 理论联考和体能同考三个部分 考核对象最大年龄48岁 平均冰龄18.5年 其中体检区分为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 理论考试随机抽定机位 随机生成试卷 系统自动评分 体能测试按照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标准 进行统一考核 现场核算公布分值 此外 考评还临选和邀请部队领导 技术专家和院校教授 组成专家评审组 对高级士官预选对象进行评审面试 战区陆军纪委监委指派专人全程监查 所有考核项目均现场公布成绩 全程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我们严格按政策 按程序组织实施 切实把部队练兵备战 打仗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选出来保留住 现在距离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开幕还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四号展厅 大家可以看到 各个参展商都已经准备就绪 在我身后 就是来自意大利的FSD高速公务船 这艘船呢 时速可以达到55节每小时 可以说是速度非常快 作为第一个进驻展馆的展品 这艘高速艇优异的性能 吸引了众多记者的目光 同样 明天开展的第二届进博会 将会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展会总面积扩大到36万平方米 参加的国别地区国际组织和参展商 均超过首届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增加 目前各参展商都已准备就绪 明天将迎来第一批参观者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 联勤保障单元 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 开展吹噬大比武 探索适应诸军兵种实战饮食需求的保障模式 报告 特勤套考核权准备完毕 比武开始 这次吹噬比武 考核组不统一提供相同的食材和佐料 参赛队员需要抽签确定军兵种保障对象 自行选择食材并正确搭配 营养食谱 来自空军 火箭军等各军兵种部队的考核员 现场监督全程 对每个吹噬环节评判打分 国防和军队改革后 西宁联保中心的职能使命和保障范围 都发生了变化 保障对象从单一的陆军部队 转变为保障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军兵种部队 这对该中心的饮食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同军兵种执行的军事任务不同 所受外界环境因素 和军事行动强度也会不同 对膳食营养的要求存在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保障对象 改变以往保障陆军为主的单行 向同时保障诸军兵种的多元化拓展 报告 空气营造完成追尸作业 用时48分23秒 各参赛小组完成追尸作业后 考核员根据该小组保障军兵种的 岗位特点和工作需要 对食谱搭配菜品质量等进行逐一点评和公开评分 今天虽然我们中国成绩取得了第一 但但我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比如只注重空军飞行员 白天的伙食保障 而忽略了夜行任务时 要提供的鸡肝 鱼肝 胡萝卜等 富含文人素A的食物保障 近年来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突破埋谷造饭 和四彩一汤的传统饮食保障模式 积极探索对诸军兵种 实施定点伴随配属支援保障的方法 饮食支援保障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境线上 中国第18批维和扫雷兵 已经清牌了上千枚地雷 这些奋战在维和雷厂上的排爆兵 大多是第一次踏入雷厂的新作业手 他们以军人的勇敢和坚定 克服雷厂环境的艰苦和危险 逐步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合格扫雷兵 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山区村落的道路两侧 固满了密集的铁丝网和红色警示牌 这里是当地人眼中的死亡地带 中国第18批复雷维和部队官兵 担负着这片买有近1800枚地雷 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雷区的排雷工作 我记得我们扫雷队 刚开始第一次来这边雷厂的时候 确实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惊讶 这边太贫瘠了 我们当时来的这边 全部都是那种荆棘丛 还有一些就是相当于很多刺的那些毒草 但是这些标识桩这些肯定是没有的 只有那个处理在雷厂中央的那些地雷标识牌 入五四年的邝东波第一次来到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 这也是他第一次面对真实的雷厂环境 回想起四个月前第一次挖掘地雷 邝东波记忆犹新 我第一次挖了的时候我就印象中非常深刻 马上要接触地雷的时候 那种心里的那种紧张感觉就陡然增加了 整个挖掘过程静下来 就是浑身都是一身的毒汗 然后就感觉自己心里的一个石头就落下了 经过严格训练和四个月的实战锻炼 邝东波已经可以独立熟练执行各种复杂任务 经过三四十年的雨水冲伤 它有的地雷它是倒立的 有时候是这种刺利的 有时候夹在那个草丛中间 非常难以进行处理 挖掘过程中 每一块可能松动掉落的石块 交错生长的植物根莖 都可能导致危险发生 邝东波用挖掘锹小剪刀 配合毛刷 一点点对地雷周围土壤进行剥离 经过三十分钟努力 邝东波将这枚反步兵地雷成功排除 这是它挖出的第二十六枚地雷 三号通道 三号通道 准备起爆 当天扫雷连在雷厂一共发现六枚反步兵地雷 并进行原地销毁 经过真实雷厂的加纲萃火 像邝东波这样的新作业手 已经成为青排雷厂的主力军 从今年六月十二日正式执行 蓝线附近雷厂扫雷任务以来 中国第十八批复离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在这片区域发现并销毁了反步兵地雷 1138枚 青排雷厂面积4042平方米 当地时间11月4号 正在执行远航实习访问任务的 中国海军七级光舰 抵达访问的第五站 斐济首都苏瓦 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 这也是该舰入列后首次访问斐济 当地时间上午10时 悬挂中匪两国国旗的七级光舰 倚靠苏瓦港国王码头 中国驻斐济使馆工作人员 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代表 斐济武装部队副司令 阿祁资准将及斐济政府官员 武装部队海军官兵代表等三百多人 到码头迎接 中国和斐济有着悠久的交往力 早在1855年 有记载的第一位华人 来到斐济开始在一起 中匪两国的友好交往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而这次七级光舰到航斐济 正值中匪两国建交 44周年来临之际 北方在码头取成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 来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欢迎仪式结束后 斐济军方 当地市民 和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代表 登见参观 因为很多外国人都像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感觉很自豪 长大了 我要报销国家 好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3号透露 韩美今年将再次叫停 警戒完排联合演习 以营造有利于朝鲜半岛 无核化谈判的环境 据韩联社3号报道 一名消息人士称 韩美军方决定叫停 今年的这一连演 改由韩军和驻韩美军 在12月进行战斗准备综合演习 演习规模与去年大致相同 报道援引一名政府官员的话说 韩美两国国防部 一致同意为通过外交努力 达成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提供全面支持 据悉 双方国防部长将在 11月中旬会晤时 讨论推迟军演事宜 并做出最终决定 韩美2015年启动 警戒王牌联合军演 截至2017年已连续举行三年 2017年联合军演中 双方出动大约270架飞机 包括带有隐形能力的 多架F22型猛禽战机 F35A型战机和F35B型战机 此次军演招致朝鲜外务省 强烈谴责 朝方称歧视将半岛局势 推向核战争的严重军事挑衅 韩美继尔叫停 2018年度 警戒王牌联合演习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美国依靠叙利亚的石油收入 来支持忠于美国的叙利亚武装力量 据报道 拉夫罗夫在接受 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根据俄国防部的消息 美国将叙利亚的石油运到叙利亚境外进行加工 他还表示 俄罗斯将保护叙利亚的石油 不被叙利亚以外的国家夺走 此前一天 也就是11月1号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美国正从叙利亚东北部走私石油 并获取收益 美国绕过自己对叙利亚的制裁 从叙利亚走私石油 每月从中获取超过30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1亿元的收益 扎哈罗瓦称 美军近期不会离开叙利亚东北部地区 他们进入叙利亚油田的行为是非法的 此前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曾表示 将在叙东部保留部分美军 以防止恐怖分子控制该地区油田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发表谈话 强调应禁止伊朗与美国谈判 哈梅内伊表示 这样做逻辑充分 能阻止敌人对伊朗渗透 并在全世界面前粉碎美国的虚假光环 去年5月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陆续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严厉制裁措施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2号表示 土耳其将把抓获的极端组织成员 送回他们的母国 他同时也指责欧洲国家在此问题上不作为 索伊卢说 欧洲国家让土耳其独自处理这些被抓的 极端组织成员是不负责任的 土耳其不能接受 土耳其将把这些人员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据报道 上个月9号 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北部 打击库尔德武装以来 已经在该地区抓获了不少逃跑的极端组织成员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再见